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为什么想做的事情 到最后都会变成错误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包含这句话本身 连同说出这句话的前辈在内 也可以怀疑了不是吗 啊 虽然有点晚了 不过我要声明一下 刚才说的 仅仅只是针对死神的抵制策略 如果真正要怀疑一切 要准备的文字 要准备的理论 基础还得再丰富丰富才行 文字 刚才想说文字 什么啊 文字游戏 等一下 前辈 你是真实存在对吧 当然啦 难不成教会你开测试你自己吗 对 对哦 想想也是 再怎么说 我也不可能自己叫自己开车 下次请先说明再玩文字游戏好吗 呵呵呵 請不要笑哦 前辈 不要这样下我啊 我这样在心中愤怒的抱怨着 但同时又放弦下来 好了好了 玩了这么久 心情也已经平复了吧 正式的 如果一开始就说只是文字游戏的话 那就没意义啦 好啦好啦 说发吧 我从这里下楼 楼上就交给你了 手机呆了吗 手机在 在夹克里 我想也是 还好我准备了一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一台手机和一副耳机被塞入了我的手中 原来前辈还有一台备用机吗 还不习惯用手机的我 很难想象用两部手机的前辈到底有多狂热 有那么多需要用到手机的地方吗 虽然和你说了抵制死神的方法了 不过一时间还没有办法消化吧 先保持着通话 是的 谢谢 那么 当前辈的身影像是在转角处时 我手中的智能机便响了起来 侧耳的铃声挂满了空旷的走廊 与室外的雨声夹杂在一起 刺激着我的神经 喂 前辈 听得到吗 顾且先不去想前辈的大脑欺骗与理论了 一个人在深夜走在这种荒废的大楼中 如果不和谁说说话还是挺寂寞的 非常清晰 简直就像在我耳边说话一样 在耳边说话一样 谁说不是呢 如何 找到吗 大概没问题 就在这附近 绕底圈的话就 前面那边如何 想听具体描述 就做好做噩梦的准备吧 那我禁械不明 看来很好的记住了 早知道就像你借把刀了 之前的又用丢了吗 哦 看看这是什么 前辈略略显慌张的仪器 被充满猎奇感的噪音掩盖了 但他总是这样丢上蜡丝 把我借给他的东西搞丢 是不是应该偶尔生气一下 不 还是算了一把刀子而已 本来就是个消耗品 前辈 需要刀的话我这里有 要我下去吗 不 没关系 我找到了不错的替代品 而且就算真的需要 也是我上去去 哦 居然还能喷出来啊 那个 前辈 我刚才是不小心踩到的 不 不是那个 空气中离慢着石蜡与铁锈的气味 如同木帘覆盖着整个房间 伴随着那些气味寻去 视线锁机之处 不满星星点点的痕迹 地面 墙壁和石柱上 甚至远处破碎的窗户附近也有 在月色下反射着不祥的硬红 在房间里发现了不少血迹 血迹啊 那个出血量到了致死的程度吗 不太清楚 不过至少有贫血的程度吧 在你看来是比较新鲜的血液吗 这个 看起来应该是今天之内的吧 这可真是 那你觉得这些血迹是什么人留下的呢 我不知道 那个前辈 为什么从刚才开始就问我这些奇怪的问题 怎么 感觉被我挑逗了吗 一瞬间 我仿佛看到了前辈小兮兮的表情 正是的 是因为你觉得和眼前的情况无关吧 你不好奇吗 这一栋年久丝绣的建筑里 为什么会有新鲜的血迹 就当是闲聊啦 猜猜看吧 啊 又要闲聊啊 闲聊再加上八卦之心 真是拗不过前辈啊 他偶尔也会像那样 绝不妥协的追着询问某事 这种时候他不是无聊想找找乐子 就是有什么生意 大多时间都是前者 我一边从断壁处踏出这个空间 一边思考着能取悦他的答案 是我们这次的目标留下的 虽然是很有意思的猜测 不过遗憾 你说过自己看不清不死症患者的面部和身体特征吧 这个 因为基本都是被黑布覆盖着 所以我对他们 前辈该不会想说 他们的血也是黏糊糊黑漆漆的吧 是啊 对血那么敏感的你 却从来没和我提过他们身上的血迹 因为在你眼中 他们的血也是黑色的吧 毕竟每次追击 都是把他们弄得全身血淋淋的嘛 前辈清描淡写的向我描述 这那残忍又血腥的场景 听着他的解释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几次追捕的场景 以及冲刺着视线的压倒性的黑色 是这样啊 兴奋了 请别开这种玩笑 那 会不会是前辈看到的那个羽衣少年的血 是不是呢 哦 听起来好像有兴趣的样子 对前辈来说 这么想会比较有趣吗 那个 比如说 那个少年刚好来到这栋废墟 崩桥 撞到了不死症患者 然后被攻击之类的 为什么那么一少年要来这栋建筑呢 为什么又刚好碰到了不死症患者呢 为什么他们要攻击他 啊 还有 那个车顶上的罗娜又发生了什么 诶 那个也要考虑哦 因为有趣 思考这些并非是为了推倒真相 而是梳理事件可能的经过 你只要能自圆其化 就是一个合格的猜想 利用这些猜想活动活动 活动大脑是有必要的 毕竟就算什么也不做 也有糖吃 为了节省能量 会经常停止思考 听着不觉得可恨吗 不要宠他 狠狠的压榨啊 让他知道谁他是老的 伴随着他压榨某种东西的声音 前辈以气坚决的要我挖掘出这背后的故事 但是前辈 这不是宠不宠的问题 而是我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想 是要我胡炸吗 嗯? 门? 刚才前辈说他们来着 前辈 地下室难道成了不死症患者的? 草屑吗? 哈哈 草屑这个说法 你把门堂做动物了吗? 他们只是垃圾而已 地下室只是垃圾场而已 垃圾与垃圾场 前辈对于不死症患者毫无认识的自信 但是回想起自己在刚踏入 这里时那种毛骨悚然 又有恶心反味的感觉 还有偶尔从手机中传来的 充满猎奇效果的音色 我从心底的某处 可能还是赞同前辈的说法 怪不得我反应那么严重 没问题吗? 果然有刀子跟顺手吧 刀子也只是杯水车薪 真要说的话不如给我个炸弹 啊不行 那样的说不定会被爆炸吹到城里去 一边抱怨一边嘟弄着非常可怕的想法 真希望前辈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前辈 那个前辈 那名少年有没有可能是被他们绑架来的 哦? 前辈的语气非常的细练 但态度却非常认真 原本不单单是为了找乐子吗? 虽然这只是脑中突然闯锅的想法 请不要失望啊前辈 嗯 那个绑架者就是不死症患者们 目的是为了 我努力回忆起前几天 前辈英语带过的任务内容 短暂的组织了一下语言的句话说道 量产病原体 就像死神说的那样 这个城市里的不死症患者 掌握了某种病原体的说法 的方法 掌握了制造病原体的方法 所以才会导致数量失控 也许这种方法中虽然不清楚 但可能有需要用到普通人的地方 但是因为患者的身体会不断腐化 衰弱到没办法攻击成年人 所以材料走抵抗能力偏弱的 那名语仪商年就是被当做素材绑架来的 在身上留下了伤口 然后在经过那个大厅的时候 因此 因为挣扎留下的血液 我将猜想全盘拖出 直到最后 一个字从嘴里吐出来 我才意识到 要领值自己的舌头说话也是个体力活 不知道前辈对我这个猜想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一边平复着心情 一边像考生那样期待着评价 very good 电话另一头的考官一边弄出刺耳的噪音 一边用歪语高扬的说道 我还以为你不记得任务的内容呢 啊真的吗 为什么用外语 而且听着不像是夸奖 话说前面那边真的好吵 没问题吧 能关联 所遂的小事 是编制因果的基本 也是你擅长的 但也不能因此而错看了整体 这样 错看了整体 换句话说就是错了 别那么想成 思路还是很好的 只是觉得你下意识 就把那个少年安置在了被害者的位置上 有失篇幅 有失篇幅 原有此 但是除了被害者以外的位置 就只剩下了加害者和无关的人了吧 无关的人或者加害者是吗 话说前辈 你那边真的没问题吧 能用什么问题啊 只是这下面堆积的杂物比较多 还有一群快要烂成泥的不实陈患者 诶 成泥 是啊 像是有谁在沿用古法私自酿酒 这些患者都被装进盆子里了 是想要 是想用他们发酵吗 真脏啊 受不了 我很清楚前辈所描述的 是不死症患者的末期 像是人形 乖离五感 湿水干骨 最后化成了粉末 但即使如此 不死 却还是活着 不 是不会死去 那便是不死症最可怕的地方 明明向往着丹丘之国 苦苦寻觅者与民 仕途 却最终 落得生不如死的下场 是不是有点可怜 不 他们是自愿的 知识其果而已 化学如此 这里面也混了被骗的人 这次就可怜他们一下好了 被骗的人 喔 该说是并非自愿的人 大概是试验品吧 嗯 这个看起来还有酒 哎呀 原来四面镜子 他的声音充满了一种自嘲的味道 但也只是瞬间即逝 搞不好只是我错觉而已 这些烂泥的堆肥有些十日了 所以那名少年 至少不是被不死症患者掠过来的 这样啊 默契患者确实不可能掠人 这样一来支持少年受伤的说法 也就不成立了 前辈 你在一开始就看到那个患者的样子了吧 是啊 看得很清楚 那让我去想像发生过什么事情之前 先告诉我下面的情况不是更好吗 哎呀 生气了 不 没有 我这不是担心你会做噩梦吗 而且我还说了静械不鸣之类的话 另一方面 上面有血迹的情况 和下面有不死症患者的情况 你觉得是有关联的吗 哎 没有吗 是哦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不死症患者的血液是黑色的 而那间房间的血液是普通的 糟糕 糟糟糟糟糟糟 我不仅打错了 而且还顶嘴了 怎么了 突然就不说话了 不 那个 画壁 一股 一股 焦躁感 便从我的体内涌现 就在快要溢出时 却被熄灭 其余 净化成 挫败感 覆盖全身 那是第几回啦 我还剩下几回的机会呢 走错路 被黑物搞得惊慌失措 顶嘴 种种行为 定让前辈感到失望 再这样下去不行吧 那个前辈 对方应该就在前面的房间了 嗯 你原来是在紧张吗 紧张就说外语吧 好 那我打算进去 如果发生什么 请跑到空旷的场所 啊 没问题的 虽然不清楚前辈口中的没问题 是指会快点跑开的意思 还是被 掩埋了也没关心的意思 但可能其实没差别吧 和那名少年愉快的交谈吧 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那时再和我说一下你的想法吧 在你们闲聊的时候 我会尽量 保持安静 诶 再说一次 第二次机会 那可真是太好了 得努力一下 我可不想让前辈觉得我一无是处 找出一个能让他满意的答案吧 鱼镜仿佛重燃一般 我怀抱着想要一雪前池的积极心情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便推开了扮演着的门 夜色如霜 从破碎的窗户洒入 残破的房间笼罩在青色的音韵中 与门外的房间相比 这里有某种与众不同的气息 生活气息 比如放置在角落的电水壶 便携式炉灶 照明灯 勉强发挥这家具功能的床 柜子、椅子 散落在床上的书籍、子笔 以及在靠近窗边的位置 双臂抱胸的少年 穿着雨衣的少年 他似乎听到我的进入 但并没有因此回过头 睡窗外随风飘洒进来的雨水 不断的落在他的身上 連同雨衣一起 将少年冲刷成溢透的水蓝色 只是 如果他身上没有纠缠着那些 对我来说是充满危险的黑色物质的话 我大概会更安心吧 话是如此 那个程度不过只是个小额刻罢了 在我所见之中 也已经是非常稀薄的了 既不粘稠也没有异味 既不产生噪音也不会像我扑来 只是如同晚物般 随着他的呼吸在空中摇晃 不 是抽气 眼前的少年在雨中抽气著 不知为何 他让我联想到童话中那些受到诅咒的公主 或者说王子才对 糟糕 该怎么 开场牌该说什么好呢 嗯 你好 不是不行 但是有点太亲热了 晚上好 不 搞得我好像是来串门的 嗯 啊糟 糟糕 确实会紧张 你是来抓我的吗 Good Evening 诶 他说什么 你是来抓我的吗 他说什么呢 啊 那个 是不是呢 是我做的 嗯 诶 这还真是没想到的开场牌 说自己做了什么 是不死症的制造 是不死症的传染 还是把患者聚集到这里 是我把他从这里推下去的 逮捕我吧 我是罪有应得 啊 是在说这件事情啊 那名摔在车上的罗南 哦不 不 那个 事情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 为什么说的那么理所当然 他是被我卷进来的 逮捕某人不是警察的工作吗 难道我看起来像个警察 不 但是有谁一上来就会把陌生人当做警察看待呢 我这真的不知道 事情会变成这样 难道是因为衣服 虽说是以醒目的为主题 即便是大型灾难中也能吸引受救人员注意的定制品吧 都是我的错 少年的哭喊将我的时序拉回现实 他的泪水如同自己的意识般 不断在他的眼中打转 在形成漂亮的泪珠之后 便从眼角滑落 顺着面颊流向被紧紧咬死的双唇下方 像是在阻止自己被强烈的感情失恋的般 都是我的错 啊 诶 诶等等 黑雾不见了 怎么回事 是什么时候不见 求求你 帮帮我 诶 等 稍等 在他将这份混乱哲理清楚之前 他便已经扑进了我的耳里 原本以为只是看错的我 险些将少年一脚踹开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真的是千军一乏啊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为什么我想做的事情到最后都会变成错误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声音混杂着眼泪与鼻血落到我身上 鱼音打在身后的墙壁又弹回了我的耳中 这让我变得手足无措 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上年究竟是在对谁发话呢 又期待着什么样的答复呢 现在我似乎无力思考这些 因为这个拥抱 这样与他人直接拥抱 上次和人拥抱是什么时候来着 不等等 这该不会是第一次吧 就是出拥 前辈虽然用手或者嘴帮我弄出来 但像这样钻入我的怀中 再与双臂搂住我 确确实实是没有过的 与性带来的快感不同 我正在感受着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就不能让我认识一回吗 就不能让我走运一回吗 上年的话语中不断地溢出愤怒与哀伤 无意识无法与这些沉重的情绪产生共鸣 但却像被拖入泥岛中那般动弹不得 胸口仿佛被挖开了一个大洞 无数事物都在向外倾斜 只留下无尽的空虚感 经历了今天的种种失误 我非常明白这份痛苦 不敢于后悔 尘埃落定的绝望感 以及想要用尽全力去弥补的感情 我都非常清楚 在这份复杂的体验下 身体本能的做出了反应 我张开双臂将少年紧紧揉在怀中 这样的做法能安慰到他吗? 这样的举动能让他停止哭泣吗? 我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但心中却莫名肯定着 为什么? 是我? 是啊 为什么是你呢?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为什么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呢? 或者说 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该多好啊? 啊? 那个 用这个擦一下眼泪 或者鼻血吧 我一边用单臂维持着拥抱姿势 一边习惯性而去掏放在贾克内侧的纸巾 但是却摸了个空 我这才反应过来 贾克现在正在楼下车顶 盖在那名壮汉的身上 啊对了 我要干什么? 告诉他这个消息 说不定的让他好些一些 那个 你不用哭的这么伤心 你什么意思? 刷那里的语气突然变得淋漓起来 这才注意到自己说话的方式错了 啊不是 我是说 那个掉下去的人没事 只是昏过去了 昏过去? 是吗? 没有生命危险是吗? 嗯 虽然受了伤 虽然受了伤 但是斜止住的话就没什么打碍了 呃 但是最好还是送医院 这样啊 反正没事就好 少年的气场变化 虽然最初我被黑色雾气蒙蔽了视线 但现在回过神来 他 倾注在 自己神态 动作以及语气上的感情是那样的深刻 就像是如假包换的真实感情一般 只是随着哈方才轻声的 毫不严实的细语脱口而出师时 一切便松懈了下来 眼泪虽然还刮在他的脸上 但那哭泣的表情却仿佛面具一样 看起来十分多余 他毫不在乎的擦湿的泪水 并顺着抹去的鼻血 但血和泪只是在脸颊上昏成一片 随着他的颤抖落在地板上 很冷吗 你看到我穿的是什么了吧 啊 也是 刚才拥抱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上天的体温好低啊 这场从傍晚就开始下的雨 让气温骤降 而且他刚才好像还故意淋雨 湿透的雨衣只会带走更多的体温 他为什么不脱下来呢 那个 先把雨衣换下来吧 虽然聊胜于无 你脱什么衣服啊 不 那个 他像是触电了一般 从我面前跳开 原本还戴着哀伤的表情 如头面具一般从脸上落下 只剩下厌恶与唾异 不 虽然看上去不高兴 但听起来还是有点开心的 你的衣服看起来湿透了 但是我的T恤还 啊 虽然稍微淋了点雨 而且还有一点汗味 那个 不嫌弃的话 上天只勾勾地盯着我 迟了一会 才接过T恤 但却只是握在手中 似乎没有要换上衣服 啊 也是啊 毕竟是天生的衣物 很想看 如果是甲克的话 对方兴许就不会有这种顾虑了吧 还有 我不会逮捕你的 我是说我不能逮捕你 我不是警察 蛤 是吗 上年的生意听起来有些吃惊 不过 表情依旧维持着 责难的神情 我感到他的视线在我的身上游移 从上到下 从脸到腹部 那个 你为什么觉得我是警察呢 觉得就是觉得呗 难不成 我还不能觉得你是吗 那倒也不是 上年意外的有些暴躁 他用了好多觉得哦 呃 那个 你刚才说要我揪你的是怎么回事 还有 那个人掉下去是你的错 之类的来着 你是在这么说的吧 问东问西的 还好意思说自己不是港差吗 港差? 是这里对警察个别称哦 除此之外还有港老 差老 等等 原来如此 话说前辈原来一直在听啊 嗯 那个不 我真的不是 那你找我干什么 为了把你带走 为了把你带走 糟糕 这么说的话不就真的变成了港差了吗 诶等等 如果为了带走他 干脆一开始承认自己的话不就能 啊 真是的 实际已经错过了 好蠢哦 怎么办 先把话进行下去吧 那个 那个 因为从这里掉下去的那个人 他把我的车都砸扁了 蛤 就算你和我说这个 你不是应该赶紧带他去医院吗 我知道了 你是想要赔偿是吗 赔偿 少年的声音异常羔羊 表情也变得凶狠起来 话是这么说 他的眼神却依旧游离在半空 这也没有刚才的那种气场 啊 我刚才的说法像是在索要赔偿吗 但即便是索要赔偿也应该找砸坏的车子的 啊 对哦 那名少年刚才就认罪 说是自己把对方推下去的 虽然从体型上来看确实不可能成立 不过 确实可以向他索要赔偿吧 作为需要对事件负责的一方 嗯 他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自己的责任吗 这么一少年好像很想被抓走 那样的话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一个地方 哼 哪里 监狱吗 别开玩笑了 我不会和你走了 这个男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还以为他主动提起赔偿就想要被抓走 但 徐旭借禁 徐旭借禁 先卸下来的防备 再说自己的要求比较好 卸下来的防备 诶 要怎么做还好 啊 那个抱歉 那就 别忘了笑容 和你在这里聊聊 前辈通过对话 给我支招 而我就是他的提羡慕我 跟随指示做出了反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表现得过于僵硬而吓到了对方 少年看到我的笑容之后 便大步退喉了 然后不断的撑呼吸 啊 我都知道前辈说过 自己笑起来不好看 只是聊聊的话 啊 呃 在少年一阵长久的呼气之后 以肯定的态度回应了我 他的眼神看起来有些迷离 而且 即便是我也能看出来 对方正强压着抵抗剧的心情 将原本想说的话咽回去了 怎不可以是前辈的建议 虽然笑容让人改变心意 但没想到连我的都可以 啊 这么一来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事后 就要用五合法拼凑出结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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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